大家好,歡迎收看ET才智Talk 今天請來很久不見,Frank Frank,你好 多久不見,1、2月時見過你 當時我還記得大家滿天歡喜 因為覺得環球股市去年底,因為承著中國通關 突然扯上來,大家還想,應該繼續行 或者是等兩會,之後會有好的政策出台 繼續說東升西降 怎知好像年頭很多共識都錯了 又出現了那種FOMO,feel of missing out 怎知追不及去美國,或者很多區內其他市場 會否做就上半年一個不尋常的資金追逐股票的現象 我完全贊同不尋常這三個字 其實如果你拆細整個上半年 在3月中或以前,其實都還可以 但是在3月中之後,看到市場的錢完全擁有美國股票 還有一些,譬如說兩極化,中港開始跌 美國債升,甚至增長股上升 全部都在3月中或下旬開始 原因的關節點是什麼呢 如果大家留意一下,中美之間的磨擦 其實去到3月中旬開始越演越烈 包括科技、金融 甚至乎等下可能都會提一下 拜登所說的禁頭令 禁止資金來投資中港有關科技的公司 如果大家留意,整個第1Q 所有的出名的海外資金 南非資金,日本資金,全部都和你沽 電動車全部沽 就是怕拜登出那招 所以其實整個環節都是不尋常 源於中美的磨擦 如果有圖,大家看看 如果大家有感覺 其實用回全球的資產 譬如說股票、債券、房市 你會發現整個單邊升 在股票裏面是單邊升 升了14% 其他你會發現 譬如說房託和債券 不覺不失叫做守住 商品跌了11.4% 這種單邊升的狀態 如果檢查過去30年 其實出現了3次 而這3次現象其實是很恐怖的 有哪3次先說 是的,這次是其他一個 接著去到97年和99年 97年和99年出現之後 不消12個月之內 大家都知道去到98和2000 就會爆一些很嚴重的金融危機 所以如果這個信號 其實是一個不健康的信號 也告訴大家 太過單邊的錢去一個地方 最後一串椅子全部一起倒 其實過去兩次都出現過 而且兩次大家要預期什麼 估計是跌兩、三成這樣下去 那就很誇張 很誇張 當然你說 納指現在升了33% 跌三成都是回歸基本步 但是如果現在高追 你要承受三成 大家就知道很危險 那很難翻身 是吧 很難 起碼要等一兩年 大家九八年、二千年都知道 是的,不過說真的 其實有一點點 大家覺得 譬如你美股 科技股為首的勢頭 今年就說AIO 因為如果不是他們 其實標普500同的雜誌 不會那麼誇張 因為道指說真的 今年的升幅暫時都是單位數 是的 而譬如反映經濟 就算落數二千 或者DOW、Transport 其實你明顯是 不是在反映經濟很好 但是我一樣擔心 就是 越買大家又不敢離場 如果你買一些成熟地區 我找回剛剛最新的一個星期的環球資金流 其實全世界都還在追上一些之前一路跑贏的市場 譬如以美國為首 然後你日本的股票基金 其實已經超過十一個星期的資金正流入 到這一刻 大家都會覺得 估值貴了 不過都好像依然要追 究竟接下來的分化會是怎樣 會整體一起倒閉 或是不是的 在股票市場上 其實依然都會有些落後的東西可以買 其實這幅圖好 看到全部都湧在美股 或者更加準確地說 是那九隻股份而已 大家拆開標譜和納指 頭上半年 頭那十隻 其實有九隻 頭那九隻是完全相同的一些名字 發現就是 頭那九隻貢獻了整個指數的升幅之餘 還要是完全相同 其實很危險 大家的資金擁許股票 股票擁許美國 美國擁許那九隻 那九隻一不碰 就全地球的股票都會受影響 柔德華也受到一些 例如 叫什麼 Robotrade 又或者今年是比較多的程式盤 碰到錢去就大家跟 所以是有機會更危險 這個就是另一個話題 經常都說AI買股 跳著來說 最終結果大家買同一件事 就是一起賺一起死 因為大家後面的agraphic不是一樣的 數目都是這樣計算 如果每個AI計算同一條數目 就大家用它一個 一圓就好 一圓就一起走 是啊 所以其實 這是第一個話題 AI的影響 但是大家買的那九隻 其實全部都說一些科技股 或者AI股 剛才說的 坦白說 現在的AI 如果查看美國 之前做過的檢查 其實實質用過AI的人有多少呢 不夠兩成 坦白問一下大家自己有沒有用過 真的用過AI 你玩就玩過 用就沒用過 第二就是問一下大家 如果玩玩一下收你錢 你玩不玩呢 未必玩的 也未必玩 如果未必玩的時候 為什麼覺得有個 business model 怎麼做呢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現在看到的PE 怎樣爭取都貴的了 你怎樣up都是貴的 即Nestec計二十幾三十倍 是啊 你怎樣up都是貴的 貴的 還有那九隻 如果留意一些芯片 晶片 甚至乎研發那些 之前說一二百倍PE 或者二三百倍PE 突然間那個科学 就是一年之後 只剩下五六十倍 很簡單的數學 二百PE去到五十倍 就是你增長要四倍 如果今年增長不四倍的時候 你現在就貴了 是啊 所以怎樣增長四倍呢 如果拜登跟你說 你真的芯片不讓 賣給中國的時候 那怎麼走呢 誰吃了 誰吃了那個味 那個中國缺先 是不是拜登來吃 如果你不吃不夠 那那個缺怎麼買 我是做晶片的時候 喂 你給個方案 如果沒有的時候 你怎樣增長四倍 所有無論你質化和量化 我都告訴大家 現在是危險的 嗯 但是譬如 剛才我那個圖 就沒有反映到中港的 即是香港又在 叫了剛剛過去那個星期 又跌那麼多資金證 流入都完全微不足道 但是呢 其實中國為首 中置投的 依然是比較大的正熟匯的 我見說環球的一些對沖基金 其實原來六月 已經是連續五個月 是不停沽空著中國股票 現在的ex China 即是去中國化的 投資股票的配置 還是在下半年會繼續 相信會 七月底是一個很關鍵 底是哪一天呢 沒有人知道 因為四月頭說過 三個月至四個月左右 去制定這個所謂禁投領的法案 計算回頭就是七月底 如果真的簽紙的話 其實真的是世界大亂的 所有資金就會撤離中港 因為它那個所謂國家安全 不只是在說AI 是在說其他旁邊的都是 如果這樣做 是對於中港來說 是一個所謂核彈級的影響 因為資金會撤離 還有就是說 你見到現在的成交量 為什麼價格多漂亮 也有很多人買 很乾到爆 是啊 只有八百多億 其實你見每一次 每貨院下的成交量 就是大家不敢投 就算多漂亮 我不如投資印度 是啊 至少大家它兩邊都討好 有故事 還有真的你看到有FDI 是不是真的有錢進去 是啊 所以其實不如日本 日本有個chip floor 就是那些晶片在那裡蓋 所以其實這些你會發現 中美之間越打 其實中美的股市危險 旁邊那些二線那些 就如人得利 你倆就繼續打 錢就留在旁邊 整個狀態就是這樣 都是 譬如你說日本 印度 甚至之前印尼 大家都覺得原來避開中國的 是有好世界 大家先去那邊賺錢 是啊 那你這麼疼的 我好像幾個月沒有見你 你突然間比之前悲觀了很多 當然多一些資訊要修正一下 還有始終有一些中美磨擦 在明年的美國總統大選 講遠一點 這件事是越演越烈的 甚至乎現在在宣傳共和黨 那些候選人都是在講中國 因為這個是選票好的 做不做是不重要的 講都可以 那些人相信你 那些人知道你的站 那你就有飛 就已經可以了 但還有一個 譬如主導著下半年的 就是 我們常常說 覺得有鬼 但鬼未出現 現時就是講環球經濟是衰退 這幾天更多人說 因為美國的 U-curve 的倒掛程度 超過百點 很誇張 80年代以來都沒見過這麼誇張 但我們總是見到美國的數據 很多時候都比預期好 雖然你說就業市場 剛才剛才的浪花有放緩 但大家覺得是OK的 失業率依然很低 還有工資拉到一些上去 證明沒有什麼事 消費信心在 但是在這個經濟下滑底下 其實我們的股份配置方面 是不是有些需要想想 接下來如何重新去擺呢 鬼啊 這幅圖都說是鬼 你發覺越廣衰退 增長股越升 其實這個和大家傳統智慧是有分別 衰退嘛 應該買回防守性 增長股的類型 應該沽回周期股 現在不是的 整個上半年全部都背遲 甚至乎你發現那個差距 全球增長和全球的價值 相差兩成多 如果看美國增長和美國的價值 相差三成多 很誇張的 還有就是如果你看到G7國家 因為中美磨擦 G7包括日本之類的 和中國都相差兩成 是的 所以這些背遲的動作 這種交叉 這些剪刀口 其實告訴大家資金湧上一邊 希望用一幅圖給大家看 任何市都是的 資金湧上一邊 都是take profit 就是這樣 所以要識走 當然有人 他們會從樂股方面去看 其實都是sector rotation 他們覺得 之前我們說衰退都未來 這樣 變成你看到可能有一兩個星期 譬如那些價值股份 以美國大銀行股為例 其實他們都拉回上去 覺得好像沒事發生 亦都好像跨過了美國的銀行危機 之後什麼事都沒有 可能輪動呢 你都不會買嗎 你講開那個地方銀行 是的 其實留意一下 你剛才講得對的 Yield curve 由之前差不多九十幾點 兩年和十年 曾經當地方銀行出現了之後 去到50點附近 因為在以我歷史之中 衰退之前是會inversion 是會負的 就是債息倒掛 但是衰退出現之前 會轉回正數的 所以其實你發覺 當地方銀行一出現的時候 它的相差是由100去到50 但是接著搞定了之後 又去到100現在 那即是很接近 即是我們所說的 是的 就開始這個是 反映著告訴大家 Yield curve inversion 大約是13個月或12個月附近 之後就會出現這樣的東西 如果計算一下時間 大家留意一下 美聯儲現在不是加息的 是的 但是好像有人說 明年在Dotport 204是會減息的 是的 很奇怪的 你告訴他 你加到這麼行 明年會減息 不如你告訴我為什麼 但還要爆威爾把口 他又不告訴你 明年會減息 但Dotport是會減息的 那即是怎樣 他又不告訴你 接著就告訴你 Economic growth 是覺得 由0.4 growth到1% 為什麼呢 他又不告訴你 那你的數字這樣twist 那怎樣跟 是不是 如果真的相信 這個face value是對的 明年減息的話 那減息又不會增加通脹 只有一個東西 就是衰退 所以其實如果以委員子 心目中 去口不說 心目中投票告訴你 明年是有大件事 但是如果衰退之後很溫和 和輕度的衰退 也都不是拉很長的話 大家其實覺得 會OK的 因為很多事情 你玩股票 很多時候 我們這麼多年都是預期問題 現在市場預期很有趣 因為美國業績期 就即將開始 星期五打頭炮一陣 一陣銀行股 第二季的每股營利預測 現在我看過大概-7%左右 但是他們看回 接下來第四季 是正8% 那我怎樣跟你玩 你跟我說股值很貴 但如果它會送到 那不是很貴的嗎 知道 我還沒說一下 在圖之前說一些數字 歷史數字先 如果resection 大家有個數據計算一下 如果-1%以內 我們叫mildresection 標普跌 single digit high single digit 例如8%至9% 如果去到3%至4%的resection 這個是一個mean 過去50年的mean 一般resection出現 大約-3%-4% 會跌大約12%至15% 你說現在是不是很誇張呢 就算你比你去到-3%-4%也好 只不過是將你上半年 偷出來而已 其實這個不是很誇張的數字 不過歷史告訴你 resection出現 是有一個一格一格的計算 第二件事你說得很對 一般的resection 在歷史中 是2.4季就完結了 即是兩季左右就完結了 所以你會發覺 如果下半年 真是第三第四季出現 第四季未買貨是應該的 然後它減息 然後分分鐘QE 我們不要錯過 所以其實整個套路 跟歷史的劇本是一樣的 最後一個點是什麼呢 其實現在經常說resection 有一個term叫profit的resection 其實標普500的盈利 已經連續兩個季度 已經是負的了 即是口說resection不出現 經濟resection不出現 但是股票的賺錢 已經是負了兩季 對的margin收縮多了 上季是負6.7% 如果今次再負多7%下去 其實連續三季 過去30年出現了五次 這五次之后市場都要跌 所以其實無論你用什麼角度去計算 現在都是高風險 有課的要想一下 大家自己何時足夠 沒有貨的 現在一追是危險 如果你說你真是NVIDIA 都賺了兩倍的話 那你怎樣都吃 吃一點 即是賺了本身的買入成本 各位自己考慮 放在free flow 剛才提到很貴的那件事 其實大家都會這樣量度 譬如你必泡500 現在的預測四零六都差不多十九倍 高於五年和十年平均 那納子不用說 更誇張 我不知道接下來 其實你們再用這件事去跟客人說 他們信不信服 是不是 這個股值 overbuy 可以再overboard 再overboard 我用這個大家認識的 鮑菲特指數 大家經常爭吵過reception 就是經濟和股票 不要說股值了 你就是說經濟能否支持這個股票 大家就是用鮑菲特指數 很簡單 脫一脫就知道 告訴大家現在是甚麼呢 兩個SD 正數 正兩個SD 即是說七三年 過去五十年以來 沒有出現過 現在是支持 之前 頂一頂 但是你說超過兩個SD 大家都知道 叫outlier 你現在才進去 我想大家簡單數學 都知道 statistic 都危險了 第二是甚麼呢 這個trend 以往你留意一下 中間那條線 一個SD 都持續了差不多二十年 所以因為QE 大家知道 所以如果現在真的在說QT 即是阿包會收歪水 你說下去那條平衡線 有多奇怪呢 其實又不奇怪 那個數值多少呢 15% 所以這些數字告訴大家 為什麼我up了這麼多角度 都是十幾個百分之呢 其實無論哪個角度 都告訴你 十幾個百分之才是正常的水平 還有有時候我會看 以前傳統學做 以前做記者 經常都跟外國的大師 去看股票 最近要留意股票的實質利率 對比上給了多少 去年我記得三月的時候 還是負一點多的時候 大家覺得當然買股票 但是現在原來北京北國 已經差不多正1.5% 是的 好像不值得玩 是的 如果相比起上來 大家就會說 我用來找一些再高一點回報的東西 希望去鄧雲美的風險 變成了身邊很多基因經理跟我說 當然是買債券 但是當越來越多人跟我說的時候 我就覺得 會不會是這個方向體財 你知道嗎 知道知道 有時候反過來想的 其實現在是真的不是呢 OK 又用一個大家股和債的比較 最傳統智慧了 就是買股票的股本回報率 還有10年的Yield 你發覺現在是很接近的 就是說其實你買股和買債 你說3、4厘這些位置 不要看圖你心目中的感覺是這樣的 是不是 如果這樣的話 你如果計算一下風險 剛才說股票風險講了 不重複了 如果債券的風險是多少呢 就是講加息 給你加多兩口 那個息口去到就停了 如果再有resection 再有明年減息 應該買債的 所以其實整體之中 如果計算風險調整後回報 今天這個moment 應該是債吸引一些 再加一點是什麼呢 我不是說買10年 而是說買一些 一、兩年 或者甚至短一些 哦 越短越好 越短越好 為什麼會這樣呢 其實你會發現 在現在 兩年期已經飆了5厘的了 差不多了 一年或以下 說5厘二、5厘三 為什麼有這個數字呢 其實這幅圖都告訴大家 或者為什麼耶倫要走去中國了 叫他買債 是的 為什麼會這麼緊張 因為沒有錢 為什麼沒有錢呢 左邊的幅圖你留意是什麼呢 這個是美國聯儲局 未來到期 債券到期 那個表來的 你發覺2023年 其實夠了去5年裏面 未來5年裏面最高的 之後解決到今天的問題 其實我明年就OK的了 這個債務上限 一提高了 於是財政部 其實不停發債的 發債的 你發覺現在這條巴 差不多7千多億 現在市場預期 它今年最少出8千億 因為你債要Rover 你一Rover就可以過海神先 我們10年之後才跟我再說 你見到 但是現在的問題是 我真的不夠錢 我有7千多億 我要Rover 所以帶來的一幅圖 告訴你 就是中國和日本正在減禁 我以為在十幾個小時的會議 就是叫他買債 我看出來就知道 中國是在減禁 以往你1千億 現在去到八百幾九百 但是爬上來的那個 英國說真的 你逼他買 他都沒有錢買 日本你夾都可以的 現在是反彈的 但是中國不買 不加入 其實那7千多億 真的沒有人要 如果沒有人要的時候 怎麼做呢 就加個資息 所以你發覺為什麼 短息裡面 去到5厘多都繼續上呢 原因不是 是不是現在是resection 而是財政部沒有錢 我叫你買債 你等你病 當然要你命 4厘多不要 5厘多 你再守的就是6厘 所以6厘不要緊 我都是兩年而已 在耶倫角度 我都是兩年而已 是不是 我不是買10年 所以其實去角度 我借你兩年錢 遮蓋到的就算了 所以整體之中 債是好過股 但是更加specific是什麼呢 買短債 短債 兩年以內的短債 其實就趁現在 美國沒有錢 和在一個息口家 再加上resection 這三樣東西 同時出現 其實千載難逢 所以你發現 為什麼那些money market fund 那些CD 甚至乎定期 現在大部分的錢 湧進去 不是在買股同債 因為這一兩年 我又看不穿 大家又爭論 你又有resection 他又沒有resection 加息不減息 不要搞了 放一些無風險的利率 那裏就舒服了 五里幾 五里幾等著來 你就談 說真的 很少人勸我買國債 當然我會見到 因為兩個月 美國的無風險利率 國債都五里四 這樣 區內市場更加多 更高的 但是通常他們會和你講 買投資級別高的那些 雖然它要低一點 但是OK 好像和我說國債 所以我覺得你今天說這件事 有點有趣 是 其實不要說少人提 應該說粗盤的 都會叫你買這些 國債或者低風險 因為剛才說過 大家不知道誰勝誰負 作為錢 作為投資者 我理得你誰勝誰負 誰爭贏的resection 真的不重要 最重要就是說 我在這段時間 平穩過度 如果明年真的有什麼閃失 我起碼現在熬著個五里幾 我就等你 是吧 左邊的幅圖你留意一下 其實 股銅債大家拿股票收股息 哪裏有個四五里走出來 有的是新加坡 但是左邊那裏 黃色那裏 隨便up一個 都五里幾 是不是 還要說你借錢給他借一年 借一年拍五里幾 現在大家留意一下 美金的拉波 今早檢查都五里四 香港的拉波 都五里 是不是 簡單一點說 什麼都沒有搞的 你有四里幾定期 為什麼要做這件事呢 最終現在原來 那些銀行的定存 是有真正的對手 我發覺有很多 其實是更加好和吸引的選擇 只不過大家懶不去找 所以這裏為什麼成交量這麼低 其中一個就是 香港本身的本土資金 都未必需要去投資股票 因為那邊實在太吸引了 那些樓房啊 其他的高風險債 都是因為這樣的原因 右手邊就是 如果很不喜歡美國 即是無論買得很多 還是不喜歡也好 右手邊都還有選擇 以下這堆全部投資級別 不是說大家買下要 全部投資級別 四里以上 有很多人可以選擇 所以其實 加拿大 英國 澳洲 印尼 印度 美國全部都可以選擇 那為什麼要故意去搏 不過很多人都覺得 譬如你區內市場多的風險 即是那些資金流逆流出 其實你是比較難測的 即是當一個大型風暴 蓋過來 其實都會覺得 那些成熟的經濟體 那些好像比較穩陣 所以我會看到高利率又高危險 即是我這一刻 應不應該衝進去 就是這個想法 還有接下來又會說經濟衰退 那我不知道這些區內國家 還是不是能夠 吃著那種的資金流入的勢頭 非常同意的 如果擔心的話 你就會偏向英國 澳洲 加拿大 因為始終那裡的投資級比較穩健 還有現在說高利率 不要說國債 高利率的企債 違約的信貸 我們叫credit spread 去到三百多四百 簡單來說 你拿著五百多的微債 再加四百多上去 你要借到九百利息 你才可以叫合理價錢 如果有些評級再低些 去到十一百利 你做生意有沒有十一百利呢 你做生意沒有十一百利 怎麼還十一百利息呢 那最後就倒閉 事實上最近 真的有比較多一些研究報告 剛剛今早才看一份日資的 投行來的 叫大家買那些叫做falling angel 那些 就跟大家說 其實未來幾年 他們的違約的風險都很低的 而且回報有十幾個百分比 還有因為他們過去一兩年的發行量很少 所以現在有優質的falling angel 是很少的 那你又怎麼看這些風險回報呢 本銀行的報告有出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falling angel是no的 no的 為什麼是這樣呢 因為現在那個勢頭才開始慢慢跌下來 falling angel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由 投資評級被人調低到 變成高 太要或者叫做垃圾級別 這種落差是會跌下來的 接著再奢望 就是經濟好而上回去 是 現在這一刻不是時候 因為現在剛剛才開始跌 它未到一個經濟復甦而上 第二就是說 如果在量度 怎樣量度falling angel呢 可以量度就是 BAA 就是說在投資評級最低那一部分 和上一部分的AA評級之間 裡面的use spread 裡面的看法 如果這個看法扯高的話 就是告訴大家 其實那些falling angel很危險 位率很高 所以現在發現 那條線都是在扯高 就是告訴你 現在大家是在沽在投資級別 最邊緣的那些 就是說剛才投資級別 都不要買的那些在哪裏 那個credit rating都會再高一些 所以剛才所說 如果BAA都不放心的 你就AA或者A 好啊 那就寧願那個息子沒有那麼吸引 但是起碼買了睡得著 安全 還有一個point和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大家剛才最開始看過 股票入很多 其實有一件事 如果留意一下 美國註冊的基金 債捐在過去三個月 平均不停地進入錢 是差不多 股票的差不多兩三成 沒有什麼人起眼 但是你發覺 陰些陰些陰些 有人在進入票 十幾個星期的了 是啊 這樣做法 就是什麼呢 我四個字叫做暗渡陳倉 面頭叫你做一件事 我下面桌下 其實正在進入一些債 當你那邊一take profit 我這裡正在進入債的 你就湧去避險 我就先進入了 所以這些鬼祟 其實在front flow裡面 看到一個債其實有人正在進入 所以為什麼今天 是不是 bearish 不要緊 最重要的是 你的盤子之中 如果太多美股 賺了的 大家想一想 是不是應該部分 去做一些防守性 高追的危險 所以下半年就債優於股 是 仍然都是 最大的caption 是 都可以留意著 之前都看過一堆 很多的歷史數據 特別是剛才Frank說的 一些高評級的 即是investment grade 投資級別的債 其實在臨近美國聯儲局 加息一頂 當時去買入 其實如果你擺一年或以上 回報 全部都是雙為上 最重要是懂得選擇 大家可以自己留意一下 今天謝謝Frank 這麼精彩的分享 謝謝 節目時間差不多 下次再見 請客 請客